大家好,我是David Lerner 我是太極團圓理合 並用來考慮書的作者 這段影片就是留意書裡面 講有關腳大伸、伸大伸 這個動作的真正方法 書裡面已經有比較詳細的說明 我們講解的東西裡面 現在我們示範一下動作 我們有一個動作 正在講腳和伸手的一個關係 亦是我們學習俱手可以用的技巧 這個練習的技巧 我現在就做動作 首先我做動作 放一個伸心 我雙手可以打在腰間的動作 腳大伸、伸大伸 即是怎樣做法呢 就是這個功臺流 右腳、腳掛的關節是大陸的 膝後的大腿和關節全都是秘動的 然後我的手就是放鬆 慢慢來它在前身 而耳呢 是在手掌 或者拳頭的前面帶來 對 這樣 可以嗎 右手出 右手 左手 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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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腳 右手 右手 左手 右腳 右腳 左手 右手 我多次的打拳 或者所謂的套路 我們都會做他的腳 去活動 影響你的身體向前 我不做個手 我會腳大於身體向前 是吧? 腳大於身體向前 我的身體向前 也不會這樣 也不會這樣 其實是不會的 我一定是腳大於身體 手是在於形 即是我們看到很不太能力 千萬不要留在一起用腳20度去活動 那是我們所謂外交平台 或者是反擊平台的速度方法 即是我們上去 正面 不算放鬆的 用最少最少的力去活動你的身體 包括體力 好 剛剛剛剛提到 太極權的權力是怎樣長 我首先就講一下 我們分為外交和內交 太極權屬權 屬於內交 那外交 那外交 就是你會看到 你會看到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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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部的方法 但是 它就是 它coinwood 自性的技能 而內交 它是 這便太極權 我們是說 破壞武方的創手 那 但是這個 它有個攻擊的 手腳的動作 其實是有的 fällt 發出力量的方法是有點不同的 而且我們盡量省力 即是說不需要我身體的肌肉力 去做到一個很大的充電的技巧 對對方的身體的 那些不同的技巧 如果是一般西方技術技術的斜激 這個技巧是一二二轉身 我一轉身 這些基本上外甲腿多數都是的技巧 它是由腳將力度壓下去 旋轉的腰間將它團體打出 即是由下達到上到方向 用手臂肌肉滑下去的東西 那其中一個力量很明顯是由後而前的 那這一點其實 它有它的好處是比較容易做到的 而且你的身體本身 TNT來說你比較大程度大 就很容易發生到它的偉人 那太極拳是怎樣呢 太極拳就是相反 我們是不會用腳去壓 或者是串腰來加力 最簡單的話 我們就只用手的動作 只用手的動作 譬如 我們穿著手臂肌肉滑 那我會將耳擺在手臂肌肉滑 我會放鬆到手臂肌肉滑 我們最簡單就是這樣做 之前有影片我們示範過的就是 由前大約 前臂先生直 然後後面的手臂先生直 依然是這樣做的 另一個要件就是 我們出拳的時候 如果目標在這裡 我們就不是打到這個目標 而是我們的思維是打到這個目標的後面 即是說這個目標在我出拳的位置 這個軌跡的其中的一個中間的位置 那我的意義呢 就是用拳呢 是打到這個後面 就是一個村口 那只要我放鬆 我不需要那個拳 就這麼快去加速 或者加強 我將那個動作 是放鬆放鬆 前去 那個目標在後面 再做一次 你會見到 我雖然不需要好發 我身體是不可以怎樣動的 但是你也有一個力度出來的 那如果有機會大家 親身可以感受到 太平衡的全球的話 不妨放一手出來 不會很痛的 但是你會睡覺呢 再一次 今天這個影片就這樣為止 下次我們再說其他的